日本和太古振奋人心的古生为园区揭开序幕 位在京华街一带的原台北行务所观设 历经三年多投入超过两亿元经费修复 以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 媒合营运团队 保留原有的建筑风格 引入民间力量修复活化文化资产 打造荣景时光生活园区 也是现有老房子文化运动 占地最大的文字标的 我们台北市文化资产超过500处 那当然这在全台湾是数量最多 那么这500处的文化资产 要怎么修复是一个大问题 透过公司协议的方式来做这个修复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排 是花了三年的时间 超过两亿元来完成 我到现在为止它是一个硬体的修复 其实刚才更多是将来怎么去长期营运 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 那么台北市到现在为止 所谓的老房子运动有22处 当然已经有一些是相当成功的换例 包括这个阳明山的美军宿舍群 这个是 这个是目前被看到最完整的 我觉得这一栋 因为它交通相当方便 它在三个绝运站的中心点 包括这个古丁东门跟中间纪念堂站 因为在交通上面的便利 还有这个 有达到一个经济规模 所以我事实上 纯粹从都市警官的角度来看 我预期这个地方一定会大卖 那事实上我们这个公司协力是这样 因为我们台北市人 允许这个厂商修复的费用 可以从这个房屋税 地价税租金去抵掉 那这样的话 用这个方式 让我们台北市 到现在为止 有22个老王子运动 恢复 那预计在年底前 还有两处会在修复开幕 那这个地方是这样 它从过去就是所谓的温柔定 一直到温柔定 所以包括 我们台北市文化局 跟台湾大学 也有签那个合作备方录 目前正在做一个 最后温柔定的 整个的整理规划 所以我们希望说 在高楼大厦之间 也保留这种 有怀旧风味的这种 一些建筑 穿插在里面 我想可以让台北成为一个 更有文化的城市 所以 一句永续城市 这种努力的目标 那今天就算开幕了 再来就拜托 大家一起努力经营 因为这个要 什么样的店家要进来 怎么经营 其实这还是大学分 所以就继续努力 大家加油 1905年建成的原台北行务所 作为台北监狱的前身 是日本政府在台北城外 第一项大型的公共建设 2013年登陆台北行务所 官社为历史建筑 2016年有部分因火灾焚毁 市府投入1亿4000多万元 进行修复 并没和营运团队 再投入5800多万元 以荣景时光为名 打造适合全年龄民众 共同体验的生活园区 我两年前站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在想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要能够做到什么 我昨天 我这个 这两个礼拜都在这里 我昨天看到非常多景象 让我非常的感动 第一个是 我看到很多肢体障碍的朋友 坐着他的轮椅车 来到这里 我也看到孩子 妈妈推着孩子 不用坑坑巴巴的 推着他的娃娃车到处去 那这里可以提供到 这两件事情 让我非常的感动 那再来 还有一切的感谢 其实要从文化局开始 从市党这边开始 因为如果没有 政府的支持 民间有再多的力量 再多的金钱 再多的投入 其实很难回馈 还有我们跟居民如何的 共融共好 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 我真的要感谢一下 我们在做的这几个品牌 为什么呢 因为有他们 我们才能够让这里发光发热 真的从零岁到99岁 从毛孩子 一直到任何你需要我们 我们服务的地方 我们都会想尽办法 让这里的居民 或者是来的游客 能够达到 他来到这里的目的 那稍微一个小故事 前两天 树因为台风 一棵树不小心跌倒了 那个老树 那来的人呢 跟我讲了一件事 他说你知道吗 这一间有曾经 这间面店 有来过谁 吃面的 有成龙 刘德华 林青霞 他说 我说我来不及参与 我说我都不知道 他说那这个是居民 然后他还从新竹的山上 挖了一棵树 种在那里 他还告诉我 跟我说他种在那里 我等会我就跟他讲 你这么多故事 我可不可以请你来讲给我听 你来告诉我们 我们过去来不及参与的 他说好啊 我非常热议 还有一位告诉我们的建筑师说 我曾经是住在161号的居民 这里的种种过去我们来不及 但是我相信 未来我们会让这里 更发光的发热 老屋 新店 共创荣挤 谢谢 那我们一居股份有限公司 是成立于2018年 那至今为止 我们其实都是一直乐于 打造一个全新体态的 一个长寿服务 让养老这一件事情 不再只是存在于老年人 就像这个园区一样 像我们刚刚前面 白智信长介绍的一样 零岁到99岁 是我们希望去打造的 也是我们一居一直以来 一直在尝试去做的事情 而荣景时光 是我们一居股份有限公司 打造的第一个 乐林生活园区 那真的非常感谢各位 这么多人来今天参加这个会议 那特别感谢我们的 台北市政府科市长 我们的文化局的各位长官们 还有我们各位营造团队建筑师们 一起努力打造了这个园区 也就是大家努力 今天我们荣景时光 才可以以这样子的形态 跟各位见面 那也希望以后未来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荣景时光 也在我们为我们的后面 这一些同仁 我希望可以为 所有一切为这个园区 做出贡献的人 可以给他们一点掌声 文化局表示 预计今年底台北市将有22处老房子对外开放 原台北行务所官社群 未来将与临近区域的锦丁日式宿舍群 周边林务局局长就宿舍等日式房社 文化资产共同串联合作 创造文化台北的散策新路径 形述台北的新美丽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好 好 好